本港新增1619宗新冠病毒个案 全部都是本地感染 初步阳性个案有5400宗 8个患者危态 包括留意启德儿童医院的3岁女童 近日确诊数字严重滞后 当局解释两成半初阳个案 未能够在24小时内复核确诊 为了加快流程 医工局检测的样本无需复检 针对本港多个抗疫樽颈 政府公布一系列措施 包括医管局在明天起 启动7间指定诊所 被有病征的患者预约接受治疗 粉岭皇后山村和丽景村一众3座的新公屋 和部分检疫酒店改为社区隔离设施 警方国安处拘捕一个男歌手和他的亲属 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行为和洗黑钱 据了解被捕的包括歌手阳文案 警方表示 下午在沙田和天水围 分别拘捕41岁男歌手和20岁男人 41岁男人涉嫌去年9月起 在社交媒体多次作出具煽动行为 包括在网上演唱会上 叫光復香港时代革命口号 多犯言论也怀疑企图引起香港居民对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增衡 包括以粗言批评防疫专家 激起市民违背政府鼓励接种疫苗策略 以及激起香港居民不遵守合法途径作出制度改变等等 另外警方说被捕男歌手亦涉嫌在去年3月起呼吁公众支持 涉暴动被捕的人 直到去年11月筹得大约100万 款项全合20岁男亲属的户口 其中大约15万怀疑被内用作私人用途 另外有27万全入马会户口作为倒注之用 有告官和行政活已成员家里的外容和司机掩液 包括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他和家人快速测试呈阴性 他回家自我隔离 特首办一个职员快速测试呈初步阳性 他没有接触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政务司司长办公室说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家里面一名外容检测初步阳性 会尽快加回心后退疫让本化验 李家超回家自我隔离 原定下午以视障出席立法会财委会会议 改由其他官员代表 第五波疫情出现过外容群组 有中介说不少雇主都很担心 他建议政府可以考虑修礼 禁止外容外出 本来假期例价是可以买的 但是这个努工假期就不可以的 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严重情况之下 是不是政府应该特事特办呢 现在不准夸家庭聚会都是这样说的 他都是这样说的 那为何我们市民就要这样禁止呢 为何这些飞容不可以禁止他们呢 为何你们飞容外容又要讲人质 我们香港人不用讲人质吗 另外新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新闻党主席 叶刘淑仪的私人司机检测初步阳性 叶刘淑仪没有出席今早行政会议 正在屋企自我隔离 他透过视像出席立法会财委会 而特首办一名职员快速测试初步阳性 那名职员星期一最后一日上班 日常工作无需接触公众 也没有接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工作时有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张永恩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已经落实采购超过一亿套快速测试包 即日体陆续先向院舍工作人员派发 他又透露研究用水路运送公港的鲜活食品 确保供应稳定 第五波疫情之下检测大牌长龙 特首林郑月娥说 近日的情况已经见到改善 平均轮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他透露现阶段也会透过派快速测试包来辅助 已经落实采购超过一亿套 当中包括广东省政府 要求内地一间供应商加快制造 政府即日开始 陆续先向院舍工作人员派发 令到他们的三日一检 加密去到一日一检测 林郑月娥强调 未有计划封城检测 至于返回传闻强制检测 或者是分区大规模强制检测 他这样回应 我们的立场不是原则性反对 我们的立场是当我们能力有限的时候 应该聚焦在一些成效比较高的地方 进一步的大规模的市民的检测 我们是会当有能力的时候 是会认真考虑 我们要继续打这场抗疫战 向病毒投降 不是一个选项 不似于近日运送先活食品的跨境货车司机 接连有多人确诊 影响运送 令到赛价上升 林郑月娥说已经研究其他方法 当然第一就是招募更多司机 没有感染风险的司机 请去参与这个工作 有航运业界估计用海路运送货物原则上没有问题 但连青关需要6至7个小时 较较慢 而且容易受到天气影响 风大雨大 因为等船都要吊货柜 那是有风险的 所以现在 譬如打风或者下大雨 等船也第一就会不开 或者开了之后 来到香港一半 很大雨了 香港不能吊上去 等船的货物就放在船里面 这就变成有没有机会损坏了 这也是一个担心 有陆路运输业界认为配偷要做足 跪局方面如果愿意船运等船 放一枝雪柜下去 第一加多一些发展机 第二我们全香港市民以后 都要吃冰鲜菜冰鲜鱼冰鲜鸡冰鲜肉 他又说运输署陆续向跨境货车司机提供快速检测包 希望司机确保阴性纪录才去内地 减低熔断的风险 母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导 本港确诊中数近日严重滞后 当局决定经医管局检测的样本 无需复检以加快流程 又不排除一旦新增新冠病毒个案 过万钟的时候 会视乎情况考虑不再复检私人 发炎所提交的样本 近日确诊和初步确诊数字差距逐步扩大 三日双初合共6800多张 原因之一是初步确诊个案 要经政府发炎所复检之后确诊 据了解发炎所每日检测上限最多大概2000个 卫生房门中心承认大概两成半的个案 未能够24小时之内确认为阳性 不过强调现在4000多宗有待复检的个案 大部分是昨天送到 而前日未能够完成的只有650宗 为了加快流程 有医管局检测的样本不用复检 医管局的样本的质素发炎结果都是很高质素 变成没有什么假扬性存在的 有检测承办商说首次检测用混检模式 即是集合多个样本一次检测 验到阳性会复检两至三次 找出实际阳性个案再交政府复检 因应近日的检测量 远超预期已经减少复检次数 但认为政府复检仍然有必要 他建议随着染疫的人数越来越多 政府未必要复检每钟个案 可以改为抽策 并且考虑寻求本地其他发炎所 或中央派来支援的发炎人员协助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医管局明天起 启用7间指定诊所 治疗仍然等着入院的确诊者 政府计划由的士业界组成的专属车队 接送他们往返诊所 费用治理 业界划初步反应一般 本港公立医疗系统超出负荷 不少检测呈阳性的新冠患者 在家等候安排送院 就算自己去到医院 部分都只可以在院外的露天等候 医管局宣布 被等候入院确诊者的支援热线 已经运作 每天朝八晚十 解答他们医疗或者感染控制的问题 当他们出现轻微病症 例如是发烧、咳等等 就可以去到七间指定诊所求医 港岛有两间 位于沙基湾和坚尼地城 九龙有新蒲冈 九龙湾两间 而新界就是葵冲 沙田和天水围三间 七间总共每天一千多个名额 基本上每天朝九晚五 患者先要电话预约 医护会按照临床的情况 再决定需不需要转送医院等等 电话预约希望减少有人排队感染的风险 以及在指定诊所内 其实无论通风硬件设施 里面有一些鑑板 或者我们病人的流程 其实我们都有经过仔细的考量去设计 所以都希望将感染控制做到符合标准 医管局也再次提醒 如果等候入院的时候出现气速 抽筋 神智不清等的病征 要立即去到急症室求诊 这些患者如何往返诊所 而不够承传播风险呢 政府正是联络的士业界 要求协助接送他们 做就做了 其实现在坐在这里几十元都没有 不去看看现在又没有差異了 看到两个钟头这么错 都是这样的 放不高 一定不会参与 家里人都不给了 又路又乱的嘛 有的士业界说 初步预计需要调配三至四百架的士 处理每日大约三千转 初步的反应一般的 认为如果要找到足够的司机 希望政府可以增加补贴 并且提供面罩 眼罩等的防疫物资 他透露初步倾向抗疫的士不会用来接载一般的乘客 司机每日开工之前需要做快速测试 的士接载的时候也要打开所有的车窗 每日进行全面消毒 有业界就说 新措施实施之后 初步会为专门用来接载确诊者的的士 在车头或者车身加上标示 方便市民去识别 至于具体要怎样做就要再谈 无线电视记者 仁心如报道